好 新日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沒有錯 颱風有可能會來喔 那我首先 我們就從今天的衛星雲圖來看 目前呢 台灣呢 是仍然處於在一個高壓勢力的狀態之下 那一樣會是上午暴熱 下午局部暴雨的天氣 各地的高溫普遍都落在33度到36度之間 那尤其呢 在大台北地區 還有中南部近山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37度以上的高溫 那從下一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啊 現在在台灣的這個南方呢 也就是南海到菲律賓東方海面 是有一大片的這個低壓區 有非常多旺盛的對流雲系 那尤其呢 低壓區是颱風的溫床 雖然說他們現在的結構還很散乱 需要幾天的時間來發展 不過預計從週日開始 高壓的勢力呢 會逐漸的來往北移動 那這個 這片的低壓的範圍 也會逐漸的往北來到台灣附近 因此從下週開始就要特別來留意 颱風的深沉了 如果說從最新的這個歐洲模式的 路徑預測圖來看的話 現在一共有兩個熱帶擾動呢 是在台灣附近 一個是位於菲律賓這個一帶 那預計週末呢 就會進入華南地區 它發展成這個青台的機率 大約只有20%左右 那加上受到廣東地形的影響 因此呢 它對台灣的威脅其實不太大 而另一個熱帶擾動的部分呢 則是位在這個菲律賓東方海域 它發展成青台的機率呢 現在是不斷地在上升當中 而且呢 來到台灣附近的時候啊 成為青台的機率呢 已經提高到70%了 預計在下週一 週二 週三的時候 就會接近台灣的東方海面喔 所以說要來密切的注意了 再來我們關心到的是降雨的部分喔 那今天又會是高溫 濕熱的天氣 依舊是以午後的對流雨為主 尤其呢 在山區的部分啊 要留意局部大雨的機率 而從21號開始啊 隨著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北台 因此呢 在南海到菲律賓東方海面的 大低壓帶 也開始會有水汽的移入 各地雲量都會增加 因此可以看到全台各地的這個雨量 是會明顯的來增多的 那除了雨是要留意之外呢 氣象署現在也針對像是新北市 還有這個屏東是發布了紅色的燈號 有連續出現這個38度極端高溫的機率 因此呢 提醒民眾外出的時候啊 還是要留意防晒跟補充水分 而未來一週呢 也要特別留意台風的動態了 然後等下